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前几轮战胜了王天一 郑伟同 赵欣欣打进决赛的 含金量很高 是吧 含金量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管他叫黑马 虽然没有黑到最后 但是也是非常不错了 对 对 是 来 我们一起看棋局 是 丁七进一 丁七进一 这盘棋是汪洋先走 汪洋选择了先任指路 陈宏盛选择了足七进一 对 汪洋选的是环中炮 环中炮 这也是汪洋战略性的考虑吗 对 其实汪洋呢 这个棋手刚才如刘大师所说 汪洋其实意志实力都比较强 甚至呢 在布局方面也比较擅长 最早的话 他中炮棋局都是非常擅长的 这样是吧 对 是 那他此番是再还中炮 我觉得也是冲着冠军去努力的 对 对 对 是 陈宏盛呢 马 马8-7 对 对兵 马8-7 对 这样的话呢 黑方 陈宏盛也是马二进三 这样就转成了三兵了是吧 中炮三兵对平方马了 对 是 应该说汪洋在布局 可能头一天晚上的准备 就希望自己能走成中炮进三兵 对平方马 而他如果直接中炮 炮二平方马二进三 居一平方前三步走这个级的话 极有可能陈宏盛会走我们平方马 强挺七族的变化 那就是说陈宏盛平时喜欢下七族 对 对 那这个汪洋是策略性的考虑 把他这个缓过去了 对 对 是 这样 他利用先人直路转中炮 就把形成了自己的轨道 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是吧 那好 我帮马二进一叫 马二进一 这样呢就形成堂堂正正的 这个中炮进三兵系列的对平方马 对 只不过是跟我们平时齐名下的是反手的 对 应该说在这么重大的决赛当中 实行这样刚开始先人直路 又绕回自己擅长的局面 对陈宏盛其实心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是吧 对 他是想着这个 没想到这个 汪洋特技大师能还到中炮 走成这个 是 其实在这个旗的下面呢 如果按常理 就是平时出现概率最大的是走足九进一 这么是概率最大 然后炮平三 然后马七进八 然后居一进一 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下法 比较常见的阵型 对 然后再对足 然后再杀过来 对对对 比较正常的下法 对 那双方呢 没有去走这个老套的下法 此番因为走到这样 应该说对陈宏盛来说是很突然的 形成这个局面 有可能他赛前没有预料到 对 所以一走到这个局面 陈宏盛就想着 我怎么变一下 对 起手就是这样 有时候 有的时候这一下棋 突然的变了 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就可能会临场 也不愿意去走到对手的那个圈套里面去 对 对 所以陈宏盛这会走了 拘九进一的下法 是 他走了拘九进一 这招是不是比较少见呢 对 这招出现的概率非常低 这个陈宏盛的肯定的想法是 既然有可能自己没有预料到 他会走这个布局 那好 那我就走一个也少见的布局 那双方都进入陌生的领域 对 咱俩然后拼实力的这种 对 但是蒋大师你评价一下这拘九进一 拘九进一应该说从出子效率来说 不如足九进一更好 对 效率更高 但是拘九进一应该说也还能下 不是说就不能下 他毕竟出动大子了 对 毕竟将来要变类的 对 是 这样呢 红旗 红旗是走炮二进四了 炮二进四 红旗也没再走炮二平三 对 炮二平三就是套路比较强了 如果走炮二平三的话 就还远了 黑方可能马七进八 红旗可能会走马七进六 这样回旗谱了 对 黑方可能居九平四 这样的话 这样弃空头了 是 弃空头 打掉 炮二进四 这个是一出常见的下法 这个变化各顾及是吧 变化是各有顾及 但是这个变化呢 就是说大家对旗谱要求非常高 另外可能旗谱下完了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高手都不愿意把那个套路走得那么深 就等于还没演练的 结束了 战争结束了 对对 尤其作为汪洋来说 他对自己的实力是非常有信心的 这么多年来 他也一直处于很接近全国冠军的这个地方 对他有好像出现了好多次机会 对他出现了很多次机会 是 但是都可惜了 对 但是这个也给他积累了很多的基本功 对的对的 这两年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 而且也很早就拿到了特技大师 对对 是 在红方炮二进四之后呢 过一会儿 黑方肯定不能让红方走到炮二平三 所以此时呢 黑方走了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是必须走的 先封驱 对 这样红驱走的是鞠一进一是吧 这是常见的 因为你马七进八已经封住了驱 所以驱就很自然的鞠一进一 准备出横驱了 然后黑驱 横驱之后黑驱走驱九平六 拼两个类有区别吗 有区别 拼鞠九平六 过一会儿有鞠六进二 抓炮的棋 但是炮肯定不会让抓 对对 拼四的话 过一会儿它这个向三进五飞不起来了 最主要是向的问题被卡住了 区别是这里 好 所以红旗必须要炮二平七打足 打足的话 黑方这个时候肯定得做向三进五了 像不能被红炮老瞄着 对 这样红的过驱也是必须走的 对 红方过驱 对 过驱呢 也体现出汪洋求胜的心态 这个过驱 因为接下来 陈红胜确实能走出一路比较复杂的变化 这个挺积极的 就是什么 我的嘴这边也不顾了 然后往左翼集中 准备 看看有没有机会往前冲的这个意思 对对对 假如说求稳的话 可以走驱八进四 这样就稳一点 这样稳一点 对 这样过一会儿 黑方就没有像这种弃足的手段了 因为红方的居还在这边 对 他先把那个巡河守住 这样一守住之后 你一会儿再攻我的左翼居有可能能侧影 对 而且你又不太敢炮平一对居中兵还丢着 是 是的 对 OK 所以他选的还是比较积极的 比较积极的 居一平六 所以机会难得 是啊 居一平六之后 陈红胜就足七进一 陈红胜也是 刚才说了 有少年李元霸之称 中局力量是非常大的 看上去挺凶的 他下棋也是非常积极 是吧 挺凶的看上去 对 这招棋 不过这个三兵里面 这足七进一还是挺常见的 然后再攻炮 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对 那当时实战是没有拱 我们看看拱了是什么变化 对 如果红棋冰三进一拱 如果红兵三进一拱了的话 黑方这步棋肯定是走炮八平七 那他肯定会退回来 对吧 红方马一退三 不能让像打了 是 接下来呢 黑方会有居六进四 抓两个兵的棋 哦 这样 抓两个兵的棋 那他会不会掌鞠 如果掌鞠对马丢着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红方可能会走冰三进一 对 渡辟 冰三进一先喂一个 并且是吃着马呢 所以黑方呢 也会像五进七飞掉 哦 这样 这样感觉上黑的还可以 对 感觉上黑的可以 对 接下来你不管走冰七进 还是居八进四之类的 对 他都可以回向 又打着底向 是吧 这样你再跳一会儿 马八进西往里跳 他可以马八进七 往里比 是 这样黑区的这几个位置 也挺好的 对 所以认为这样的 黑方是完全可战的 甚至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那也就是说 陈乎胜或多或少的 可能对这个棋 也有一定理解 对 那肯定有一定的研究 是吧 虽然没走过 但是应该也是能看出来的 是 对 所以他足七进一的时候 那汪洋没有去接受 这个冰三进一的下法 对 汪洋下得更强硬 对 更强硬 走了冰七进一 毛不示弱 是 这个走的 应该说汪洋呢 我刚才说了 他的布局非常强 这些年 然后呢 面临着这个 有可能复杂的变化 他也是以暴制暴 是 然后冰七进一之后呢 黑方肯定得冲过去了 对 这样已经退不回来了 这个打仗 仗打起来了 都不能再往回缩了 对 对 炮七平六 红方炮七平六 炮七平六呢 应该说 也是在汪洋的 走兵七进一的计算范围之内 一系列的手段 应该是早就看好了的 是 在红方炮七平六之后呢 接下来 红方肯定要走兵七进一 拱马了 是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黑方也炮二平一 对局 对掉 杀回来 红旗顺手地打中兵 红旗打中兵 这也是计划好的 对 打中兵 对了局自然 打中兵了 打中兵一将 打中兵一将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是一个 本局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对 其局呢 主要是看 黑期现在的应手 怎么走 进程到这样呢 应该说 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估计已经脱离 双方的研究范围 对的 大家都不可能研究这么深 对 是 在这个地方呢 确实如果让我下的 我第一感觉 也是跟陈鸿胜一样 会走十六进五 十六进五 是吧 对 因为拘毕竟 那拘在这边嘛 将来老将跑 也得往那边跑 什么意思 对 而且这边有点空 对 通常在我们认为呢 确实像刘大师刚才所说的 只是我拘在这边 过后出这边好 对 而另外对方的拘 又在我这条线上 是啊 所以通常也是这个思路 对 但是这个局面呢 比较突然 比较特别 应该说比较特别 在这里 过后我们通过知识 就可以看出区别在哪里 这个花石像 可能后期还是有问题的 对 很多隐患在里面 是 那所以黑棋这会儿 你的意见是 建议走十四进五 我的建议是走四进五 十四进五 因为黑方毕竟这边有一个码 过一会儿 居然马上就可以 侧应自己的右翼 最主要是它的右马 比较相对舒服一点 是 比实战里面 对 对对 然后这边虽然有点空吧 但是居 随时都可能 居六进三过来 是 是的 我们从实战也能看到 过一会儿 它知花石像的这个缺点 也会 那我们就进入实战 好 实战的话 红方是走居六进四 这样红旗居六进四吃 一吃 黑棋自然会马八进六 黑方马八进六 红方泡五推二 很舒服的泡五推二卡住了 对 是 我提具摆到这的时候 我觉得红旗也挺舒服的 顺理成章的 就把这些棋子都走出去了 是 并且红方接下来 就有居六平三 吃这个项 还有炮六平七 随时打闷弓的起 对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 刚才黑方知 知花石像的这个缺点 就体现出来了 感觉上 现在红旗的籽 铺的比较满 对 黑棋这边的情况 还不是很理想 黑棋只有马兵在前面 对 黑棋先进了一步 这是个先手 这个是必须走了 否则的话 这个兵再让 被吃了就没意思了 那黑棋一点反击能力都没有了 是吧 对 这个要交换掉 陈红尚是走足七进一 这个时候呢 汪洋也非常老练 他并没有走什么 居六平三 抓 他是把自己兵一进一 先活动自己的弱马 对 先把他走开吧 是 然后这会儿的时候 陈红尚走了马二进四 是吧 这时候他是先走了个 居六进二 调主 调主炮 调主这个炮 对 红旗补了个室 红方是走四六进五 下得很沉稳 虽然这么杀 该补的还是要补 对 是 汪洋呢 刚才就说了 他的水平不错 基本功也非常扎实 挺全面的一个棋手 对 对自己也非常有信心 所以在这个 他认为抢占了先手之后 他也走得不急躁 高手就是这样 对 进退有序 是 黑棋这会儿走的是马二进四 对 黑方这部棋是走的马二进四 应该说这部马二进四呢 是应该说让自己的这个 确实进入了劣势 也让红方就获得了优势 就是他有点问题 对 应该有些问题 对 现在这个棋面比较复杂 这子都错综复杂 这交错着 那我们呢 也给观众朋友们一点时间 让观众朋友们稍微省一下 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好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 我们的棋局进展到现在这样 非常复杂 估计您花个一两分钟的时间 也把这棋局看得差不多了 红的这里面呢 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手段 来制约黑的这个马二进四 对 实战里面 红的走的是炮六进一 炮六进一 这着起 炮六进一非常好 它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你如果跟我换掉的话 我正好狙杀过来 吃着马 吃着炮 吃着炮 吃着马 这样不能换 肯定是不能换的 肯定是不能换 而不能换之后呢 黑方就是必须躲炮了 此时让黑方走马四推二 他又不肯 对 马四推二 但是是不是实战 马四推二回去也没办法了呢 那马四推二应该说也不好 马四推二就让了两步起 必定是白走了 是 而此时 不对又不能退马的话 那只能动这个炮 炮也没什么太好 现在呢他是动了 他走的炮八进五 是不是他当时临场 你估计啊 他是不是没有看到炮六进一啊 对 他应该没有看到炮六进一的 有这么厉害 对 他没有想到炮六进一后期 这个左边的这个向的问题 更明显了 对 接下来呢 当黑炮躲着之后 红方就有炮六平七 这招其实太厉害了 打门工的手段了 是吧 即使黑方跳上来 红方又有拘六进一的 对 实战上也是这么早的 如果黑方意识到这个马二进三 红方有炮六进一的话 所以讲大说说 是那个诗的问题 对 对 是这意思吧 是 是 是 现在看出来 如果思路诗就没这个问题了 早涨了 早涨后眼就看见诗诗进五 就没有闷工了至少 对 对 对 虽然有点空 但是比现在的实战可能要好得多 对 即使到了现在这个局面 黑方其实应该也先走降五平六比较好 出个降别跳马了是吧 出个降别跳马比较好 先把自己的毛病先解决掉 是 过一会儿再跳马也没什么事 对 他应该先出老将 正好就进马让红方有炮六进一的 但是他不肯 对吧 他此时可能不太肯 对 他不太肯 出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对 出将其实就是防住 过一会儿 红方有炮六进一的起 对 对 对 他还是看漏了 对 没有注意这步起 那我们看实战 他走的是 实战马二进四 汪洋当然非常积极地 就走了炮六进一了 对 炮八进五 这样炮六进一一走 应该就是确立了这盘棋的优势了 炮八进五 黑方必须走 这个时候红方又炮六平七 炮六平七平 打门弓又吃着马 对 黑方马四进五 必跳 这是必须要跳的 是 红方炮六进一 红方炮六进一 这样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中间这个炮双马吧 太别扭了 对 都被钳住了 对 经过这几手棋的交换 应该说红方啊 把黑方的 确实像刘大师说的 大指就是局限的 非常局促了 对 这两个马 看不见出路了 对 看不到出路 然后比较 比较揪在这儿 对 他不知道怎么解决 过一会儿 而红方非常多的棋 过一会儿 马七进六都可以跳 甚至很多兵 马七进六跳了 兵七平六什么都可以走 而且一夜约约 我老觉得这中间 这马很危险 对 马很危险 老有有可能 就被吃死的危险 是 在黑方也感觉到 自己的马很危险了 所以此时呢 黑方是走了炮八退四 他是因为这个 怕马被吃死走的 这个事 对 我当时没看明白 对 所以走了局 先开 炮八退四 炮八退四过一会儿 他就想把局躲开 闪击 闪一下 然后把马解决掉 对 他走了这个 我说了 陈宏胜这个棋呢 有少年李源霸之称 就是因为他的中局 是非常强 他很多赢棋 都是可能在 棋亏的情况下 一偷招 就把对方给偷掉了 是吗 那就是挺顽强的 很顽强 然后 对 他在这次比赛当中 就是前几盘 就是这决赛前几盘 比如说赢王天一 赢郑维同 都是在劣势下 然后他翻盘取胜的 那是不是因为 人家太想赢他了 也有这缘故 人家太想赢他 但同时反映出 陈宏胜也是非常顽强 对 他本身自身 必须要有实力 才能偷得着 要不然根本就 谈不上偷得着了 对 所以这部炮八退四呢 也是他这个 偷招风格的体现 对 他想着闪 老预备着 这样红着走的是 G6品9 汪洋呢 走得比较实惠 这个先吃一个冰 又吃着炮 汪洋还是说 这个 他的棋风非常扎实 这个基本功也非常强 汪洋应该是和 和我同一代的棋手 比我还要早一两年 应该是一个第一个 对 所以很多年了 这么熬出来的 是 对 G6品9杀了一个兵呢 为自己又是 获得了一点实惠 物质力量 获得了一些实惠 在G6品9之后呢 接下来 他接下来 如果你躲炮的话 他甚至有炮七退一 炮七退一 打狙着起 你又不能动马 马动了的话 各位话 这个底线要僵着呢 所以说 他就是 先吃个冰 顺手牵羊 看看黑带怎么走 对 此时呢 黑方走了炮八退一 比较巧的一步棋 对 他想的是换完了以后 能把问题解决掉 对 这个黑方 红方肯定是不肯的 是 红方并没有换 红方走了炮七进一 炮七进一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盘面 首先从物质力量来说 红方是多了三个冰 对 另外呢 红方这边的居马炮 位置非常好 炮是随时有闷弓的起 这主要是像的问题 太难受了 你要把七路像挪过来 就是舒服多了 对对 像要是倒一下 这个像就没事了 哪怕再往这边换 可能都比现在要舒服多 是 所以这花式像的隐患 是真的很麻烦 是 另外呢 双马在这里还被牵住 这个 所以说黑方此时 是非常的痛苦 这个局势 对 红方当时走的是 这时候黑方是走的 居六警衣 他希望 居六警衣 你如果吃马的话 我就吃冰 吃过来 吃着马炮呢 对 他想摘开 他总而言之 他是想摘一下 对 想摘开 这样红方居九平七 红方走的也比较简单 居九平七 要结实 是 居九平七之后呢 过一会儿红方 还会有马七警六 这些起 但是黑方也防不住 就是黑方这块 还是没摘干净 总的言之 对 它摘不出来 对 让它动不动不出来 就是这隐患 怎么弄吧 都动不利索 是 所以当初这么看 真是知那个是 知是 有问题 是的 所以此时呢 因为黑方也摘不开 自己的棋 所以就走了逐七平八 索性对攻了 去吃对方的马 这个对攻 感觉上就不太行吧 对 感觉上不太行 感觉上有点慢了 对 但是他之前 确实亏得太多了 是吧 我们这个像在 象棋 象棋个人赛 这个赛制是这样的 原来是比较 拉锯战 对 十三轮的一个积分编排 大家都在那天天地熬着 但是现在呢 改成了这个 先要预选赛 是 然后64 64进32 然后再进16 对 这个改革之后呢 变成单导之后 棋局也精彩了 是 然后呢 变数也大了 对 所以就这两年 都涌现出了不少 比较年轻的棋手 是 然后棋局也更精彩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冠亚军决赛的时候 这是几盘制 他们这个 现在的冠亚军就是 一盘制就过 谁出胜负就结束了 对 所以就更有偶然性了 对 所以双方就拿着先手 就使劲地在那拼 是 也不用想着什么宝盒 什么的 再下第二盘 对 所以棋局就下得这么精彩 是的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对 接下来呢 当黑方逐七平八之后 红方也不理了 红方就走了马七斤六 马七斤六跳 这是个先手 对 先手 因为黑方不能吃 吃掉的话 红方正好抛七斤一 绝杀 对 所以这个时候 红方跳出来 黑方都不能动 真是难受 所以就是这个马 被牵着 这个花生相太痛苦了 是 这样他走的是 是走了拘六平八 也是无奈的 他无奈躲居 躲居之后 如果直接吃马的话 吃掉的话 才回来 可能吃掉 还拘八平三过的话 黑方还能下 对 然后再把这个吃掉 是 对 但是此时呢 不可能这么简化 这机会都到手了 对 红方就走得 又比较积极 泡七瓶九 泡七瓶九 准备这里去僵塔 对 这样呢 整体来看 红方 这个又 左边的进攻 还是挺猛的 对 是 当他走了泡七瓶九之后 我们看 这时候你如果再出老将 他过一会儿换掉换掉 居五平四 这样都是先手了 肯定黑方也不乐意 是 所以此时呢 黑方是走了马五退三 他是 把这个马倒回来 如果你将我就垫上 他是这样的想法 我再打一句啊 汪洋跟你下的时候 是个什么状况 我们给大家说说 分享一下 这次比赛呢 汪洋在半决赛 就是在这盘棋之前的半决赛 是赢了我 赢了我 其实 在之前呢 汪洋就是在2005年 就获得全国冠军的机会 当时他没抓住之后啊 我们甚至在一定的时间内 他是被认为很有实力 但是呢 就是说 心理素质不怎么好 就是说 过不去那最后一坎 是吧 对 比较着急的棋手 好像相机界里面 有很多都是临门一脚 过不去那个冠军坎的棋手 被卡在门外了 对 是 但是这一次呢 他在半决赛 对我的下法一样 我就看出他其实这次 心态特别的好 半决赛 他赢了我 是我们第一盘 慢棋是下河了 第二盘跟我下 在快棋当中 他是选用了飞向局 稳步进去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原本准备的时候 会以为他会选择中套啊 就是很凶的布局 觉得来个先手啊 要拼一下是吧 对 因为我感觉他对 个人赛冠军会非常的渴望 那就说明这两年的那个 这么磨合啊 心态磨得非常成熟了 对 棋手弄得很成熟 是啊 对 真的挺好的 是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他是走炮九金一 将军 将军 黑方 电马 这个都必走的 在这步棋呢 应该说汪洋又走得 这个非常积极啊 已走出了一步好棋 是吧 他是走了居七金二 对 居七金二 准备去吃市了 吃市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了 陈宏胜 反正感觉自己棋已经亏了 我再怎么防守也守不住 索性就足吃马 先吃掉 就是足八瓶九吃马 看看你到底怎么杀我吧 要杀住 我就认了 杀不住 这个人赛的实现是什么实现 个人赛慢棋的实现是50分钟加30秒 50分钟的自由用时加30秒 那这个陈宏胜的棋风 是不是走棋也挺快的呀 陈宏胜对 他的棋风也挺快 然后呢 尤其在最后阶段 他的棋感非常不错 棋感不错是吧 对 棋感不错 基本上都上场了 是 联赛他现在也是厦门队 厦门队的主力 这些年为厦门队在象甲比赛当中 获得优异成绩 也是立下汉马功劳 成绩都是不错的 那真是挺厉害的一个选手 是 在这个时候呢 他是 那聚7-5吃掉 汪洋吃掉 成为是降5-6 这时候汪洋居5-6 像这些骑亚 禁居吃4 居5-6 应该都是在汪洋的计算范围之内 这都是连贯的手段 对 在这样的话 接下来他有居杀4 居平6 将军绝杀的手段 观众朋友们看 这块有个偷招 居6 底下勾死了 如果走的话 他有这样的绝杀 勾死了 所以黑方 没办法得守一下 对 守一下 他就走了泡8-6 泡8-6 泡8-6之后 你如果再吃了我 我上将 这个点就守上了 而如果再吃马的话 这个时候 陈红盛可能狙杀 兵杀过来 还是有一些反击的 对 这个陈红盛 他就是一直可能 脑子里就期盼着 什么时候能狙八瓶杀过来 是 就这么点希望了 可能是 对 但他像这种风格 就是在劣势下 也始终保持着反击的风格 也为他好成绩 带来一些基础 是吧 对啊 所以他战胜了这么多高手 是 当时我们看那个 把王天忆赢了的时候 然后把郑维同也赢了 这都是今年的 比较热门的两个人物 是 然后也有点精度 对 能赢几位夺冠大热门 肯定也是有他 虽然说有偶然 但也有他的必然在里面 对啊 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 这个汪洋 没有居六境一吃 刚才说吃了 黑方可能还有反击 所以汪洋此时走得马六境七 他也是走得 应该说非常老练 非常老练 就是临沙的那块 看得很准了 对 就是这个冠军到手的 那个即将的一刹那 对 非常冷静 是 这样黑棋没办法了 黑棋 黑棋是居八瓶三 居八瓶三吃兵 终于吃过来了 但是吃过来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太够了 对不太够了 这个时候呢 汪洋 马七境八 马七境八 接下来他是准备走 居六境一 炮九退一了 这么一将 这个是个绝杀 对的 这样被突破了 很难受 对 在马七境八之后呢 陈吾胜 这样的杀招 陈吾胜肯定是看到了 陈吾胜此时是走了 炮一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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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红旗 红旗是走了马八境六 他还是没有居六境一吃 吃了相对 吃了好像还没有明确杀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要赢了 是吧 从局势来说 就齐论齐 可能居六平三杀过来 还是红方快 因为最主要的是 黑方这边是实在是 对 没杀 对 没杀了 他字太慢了 但是红方 走得更加老练 走了马八境六 马八境六 看到胜利了 现在终于看到胜利了 是是是 这个好像当时呢 我们是在那个 就是这盘棋士 冠亚军决赛 而我跟另外一台呢 跟赵锦兴在争三四名 对对对 你还在 你也在奋战中 我也在奋战争三四名 我印象当中啊 走这步棋的时候 好像赛场声音挺大的 是吧 就是说 汪洋可能啪一走 也是非常的激动 好像我们当时 那肯定是 熬了这么多年 因为我们两张桌子 挨得特别近 是啊 是是 那你那你那盘怎么样 后来我那盘三四名决赛 我是幸运地获胜了 我最后是第三名 对那也是 这样黑的 他马八境六 对对 黑的杀了一将 黑方杀了一将 对 对 我们的老师 终于杀到了 但是这回我估计 陈宏胜已经看到自己 肯定不行了 对是 其实像这种棋呢 作为如果平时别的赛事 陈宏胜可能就认了 对对对 还有呢 我这里说一个 这个花絮也好 就汪洋原来还教过陈宏胜 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汪洋在那个 陈宏胜小的时候 去陈宏胜家里 教过陈宏胜 做过陈宏胜的家教 都做过一段时间 是吧 应该说双方都是 还是挺 知根知顶的 有点意思 只不过在这个 关键的决赛当中碰到了 大家都各位自己而战 是吧 是没办法 是啊 棋手嘛总得成长 对 总得长江后浪 推前浪的 是 所以我刚才说了 他们既然这么熟悉 如果按平时走到这个局面 陈宏胜肯定是认输了 但是个人 全国个人赛冠军 对于我们象棋界的棋手来说 真的是太在乎了 对太重要了 所以呢 他是还是 不僵死的一刹 我还是走一步 还是杀一下 对 还是杀一下 然后纪律平次 纪律平次 纪律就把黑棋僵死了 对 就绝杀了 那呢 这盘棋呢 通过这个汪洋的不懈努力 最后夺得了全国冠军 然后也成为我们国家的 第二十位男子全国冠军 是 那好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为您 转播到这里 然后呢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请我们再见 请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